现在在台湾有一起孝子自己捐肝救母亲的事情 在台湾彰化 他是这名孝子为了救C型肝炎的母亲一命 三个月内是减肥24斤 终于顺利的捐肝救母 那么救母亲一命的这位孝子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 孝顺的儿子拿起梳子 轻轻的梳理着母亲的头发 掀开衣服 满满的手术伤疤 记录着这位孝子为母亲付出的爱和艰辛 原本母亲罹患C型肝炎 就怕演变成肝癌肝硬化 为了救妈妈 儿子连忙减肥 只为了让肝脂肪降低 捐肝给母亲不出现排异反应 三个月内儿子减肥24斤 平均每个月瘦8斤 从204斤降到了180斤 终于顺利的捐肝给了母亲 谈起儿子 老母亲当众老泪纵横 我们每一路四到五楼屁 那我们的力量就就是六楼屁去了 我是希望我们有身体健康 啊 吃饱日啊 哈哈哈 谢谢大家